EDU 2019 MINT UEFI系统的安装 那我们在虚拟机器里面 我们把系统设成UEFI 用UEFI 储存装置一样是ISO ISO 我们按启动 心理光碟开机 那基本上有UEFI的机器 你有可能会遇到一个状况 这是和用没有UEFI的差别 就是开机选单 开机程式那里 你有机会遇到可能是会crash掉的机会 那要怎么处理而已 那安装的过程和有UEFI跟没有UEFI的过程 基本上是一样 我们一样开机用光碟ISO开机进来 看到桌面系统之后一样执行桌面上的安装程式的按钮 一样记得把网络先关掉 再来选以C 好 一样我们选择把这个扩充的程式跟硬体装起来 一样我们轻掉 好 全部删掉 重新安装 好 这里注意一下 它可以告诉你说 有UEFI的机器 它会多切一个分割区 叫ESP的分割区 另外一个分割区是一叉第四 表示它要这样装 继续 好 这做法都一样 过程也都一样 那接下来就开始复制档案 复制档案完毕 就是 做 使用者啦 开机悬单的一些 登录 基本上 和Glub的时候一样 好 做法向动 那录这个录音档 只是要让你看到 你有可能会遇到说 在有UEFI的机器里面 它有可能会跳出一个 开机选单 它安装的时候 是失败的 那失败的时候 你应该要怎么样去做 处理 那至于 所有程式它都已经安装进去 就是在处理UEFI的时候 它处理UEFI的 硬碟的时候 有可能 有可能 除协议trouble 那这个trouble 还蛮常在 你有多的 多个不同的作业系统 比方说你有商业软体的 或是有其他的 作业系统 它们都支援UEFI 但是 在支援的同时 在开机选单的方面 感觉上支援没有那么那么的完备 好 我们这边 录影就稍微暂停一下 好 就等它复制快要结束的时候 我们再把 录影程式再打开来 好 经过一小段 三到五分钟的等候 它就把档案 快要复制完毕了 那这一段也是复习前面 面Grab安装 Lexy的BIOS BIOS 类似Lexy的一个状态的时候 它安装过程 基本上是相同的 只有在磁叠分割那里 稍微不一样 回忆一下 刚才秀出来的磁叠分割 如果是UEFI的硬叠 它会切两个分割区 如果是Grab的 它就一个EX-T4 UEFI的 它有一个ESP的分割区 另外一个是EX-T4的分割区 也就是它开机程式 必须放在前面ESP的分割区里面 那它才有办法 在UEFI的机器上面正常开起来 那我们也提出说 安装的时候 你把网卡关掉的时候 它就不会去 网路上去做Mira 下载语言包 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 那这方便 我们在安装的时候 加快我们安装的速度 所以建议你在 在安装的时候把网卡 暂时先关掉 如果你把网路先拔掉 它就会很快的 用预设值和光碟上面的等案 直接取代过去 使用者建立完毕 语言帮我们看它一下就跳过去了 然后设定硬底 这个时候它会看到 你会看到安装程式当掉了 实际上该做的动作它都做完了 差别就是我们开机的动作 Grabber的安装的过程 它会有一个部分的问题 那你就把它关掉 假设你遇到这样子 你的电脑有可能会无法开机 这蛮严重的 那说那这样怎么办呢 那我们系统里面提供了一个修复程式 提供了一个修复程式 你按一下选单 输入BOOT 就会看到一个开机修复程式 那执行这个时候 建议你把网卡打开来 网卡要打开来 因为它要上网下载 Grabber的修复程式 网卡把它打开来 那直接用最佳方式修复就可以了 如果你报告要不要上传 选4也可以选4也没关系 选4它就会把这份修复的动作 传回伺服器那边 如果你觉得不好 那我们就选4 那我们测试 我们就选4 4跟4都没有关系 4它会传上去 4它就是修在萤幕上给你看而已 那经过一简短的等待 它就把报告全部修在这里给你看 它做了哪些事情 EFI的一些动作全部都做给你看 这就是它的报告内容 我们简单看一下就可以把它关掉 让它告诉你说修复完了 现在可以重新开机 确定 那我们就来重新开机 这时候你看我们的装置里面光碟机是没有的 是没有挂上去的 就已经正常第一次开机 MIT第一次开机会看到欢迎的讯息 那你不想看到就把它点掉按XX 这是硬碟的MIT的部分 安装程式不在这里了 那就是正常的 我们所有MIT的程式 这是有UEFI的电脑 你要进行安装的时候 你可能会遇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可以采用这个方式来处理 但是我们开始做了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开机 解开机会 我们开始开机会